318国道离开赫家平镇 开始了11公里的上坡 海拔上升625米 到了北岸 北岸是宜昌市海拔最高的地方 之后开始下坡 大约有19.5公里的下坡 一直到廊平镇 318国道从廊平镇的南部穿过 今天要出发了 现在是在湖北省宜昌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 特加坡镇 现在去廊平镇 去廊平镇有先是11公里上坡 之后全部都是下坡 这里是318国道 1391公里处 1391平安行 一路平安行 现在是318国道 1397公里 0300米处 已经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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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高阶线都看到了 我好想人不要离那么久 现在看到了一个 是连续上坡 我看错了 连续下坡 连续上坡标志出现了 好吧好吧 连续上坡 我不是一直在上坡吗 现在是 318国道 前方执行两百米 1398公里处 1398 到了保证了保证执行 司体318国道25省道 变形 加油 保证了到保证了 这里是318国道1399公里处1399 是318国道1400公里处1400 318此身比较长阳这1400公里了 上海到西藏有5476公里 早了早了 这里是北澳停车区 还有卫生间 天哪这个停车区比较大一点 哎呀我汗都出完了 也没有什么尿啊 哦靠这怎么还在上坡 搞不明白了 停车区 这里是北澳停车区 北澳段是318国道 宜昌市境内最高点 啊这里挺大的 是个比较大的停车区 还有洗手间在下面 在群山之中 好 现在这里北澳到了 哎 怎么还要往上面走的地方 北澳到了 据称北澳市 哦靠 移昌最高的地方 便民加水服务站318国道 不要便民服务加水站 啊加水服务站 哎 前方大约有8.4公里执行道路 连续下坡19.5公里 长斗下坡就不按级路线 大家坐好 不算的不想生了 郎平还有22公里 野山关64公里 万州6300公里 好 哎 318国道 1401公里出 好了 床下坡来了 龙潭沟一桥 桥长34.9米 直接是个幽影玩的 哎呀 等候急完路滑危险 马上停车休息 你已经骑了15公里 22小时8分6秒 最近一公里用12分11秒 心率100 12公里以后 迎来了一处平路 三一八国道 一千四百十三公里出 一十一三 休息区这里行 一四一三五二零 改意思 我爱你们 三一八国道 一十一十公里 一十一四 好 这里是三一八国道 一千四百二十公里处 前方执行两百米 距离廊平城政府 还有两公里 恩施两百零二公里 前方执行 进入凤凤大道 前方沿凤凰大道 继续骑行大约620 明镜进行 一二十二小时 五十一分五十六秒 最简一公里 六十三分十九秒 心率100 零七 前方执行五百米 哇 这里 这里才是狼平城 哇 狼平城正棒 三二八国道 一十二二公里处 右转 是狼平城 好 我现在一路要骑到哪里去了 不是吧 这里就 前方执行两百米 这 这 哎呀 我看到了 这次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找了一个右柜 前方一百米 右偏 即将到达目的地附近 啥都没的 根本不是狼平城 在这边这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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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一个那么偏的 哇靠 那么偏的 还挺很贵的 而且 我停车都不知道 进哪里去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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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地在您附近 齐心导航结束 啊 今天这个房间是八十块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么贵 然后 离开廊平镇 但还有点距离 但是设施还挺好的 啊 晚上吃了 就吃汉堡薯条啦 晚上吃了 出发 到 Music 在